近日,洛杉基市長巴斯呼籲商界領袖、慈善組織和其他機構捐贈數百萬元 以購買建築物來作為無家可歸者的公寓 巴斯表示,儘管市政府已經在努力提供臨時住所和公共服務 但洛杉基的住房供應仍難以滿足需求,尤其是在經濟食用房方面 據悉,在巴斯的第一份市政預算中 他為解決無家可歸者的問題撥款了13億元 並將其中的百分之二十用於Inside Safe Program 根據洛杉基無家可歸者服務管理局的數據 截至4月12日,Inside Safe Program已將約2,600人安置到室內 其中超過四分之一的人重返街頭 42人被監禁,38人死亡 在尋求外部資金之際,洛杉基市還面臨巨大的財務壓力 此情況與低於預期的稅收收入和較高的公司成本相關 Tinawa記者編輯報導